我们知道上个世纪最强的两个国家 无疑就是苏联和美国了 这两个国家在上个世纪谁也不服谁 都想成为世界上的领头羊 于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冷战拉开了虚目 由于两个国家都拥有大量的核武器 于是两国都十分忌惮彼此 谁也不想轻易和对方开战 于是两国就进行了军队战赛 以此来进行两国之间的较量 但是在冷战后期的时候 苏联的科技和美国相比并没有优势 甚至在很多的方面还有所落后 于是这个时期的苏联就从量级上做一招 地球即便不是最先进的也要是最大的 于是这个时期 苏联就生产了许多的世界最大的军事装备 而图128也是这一时期的产物之一 直到今天它仍然是大规模服役的最大的捷技机 其到底有多大呢 最为直观的体现 就是集发动机里面可以躺人 就连进气道都可以坐下一个人 而图128的生产目的 虽然也是为了宣布美国 当时的美国仗着资深迁进的侦察机技术 时常派遣侦察机去苏联进行侦察 而苏联一般的战斗机 又无法有效对其进行拦截 因此图128的研发 就被提上了日程 相较于现在战斗机的作战条件而言 当时没有空中加油机 作为其后勤支援保障 于是对于续航要求极高的解极机来说 就只能在游箱和体型上下手了 于是在当时拥有 2565公里的图128 就横空出世了 可以说 当时的苏联在图128研发成功后 好好地喘了一口气 手机军事的朋友在看见 图128的名字后就知道 该战斗机的研发和设计 肯定是由突破猎夫设计局完成的 我们都知道 虽然突破猎夫设计局 在战斗机的研发上来说 有着丰富的经验 但是突破猎夫设计局 其实并不擅长截击机的研发和制造 不过苏联的军方 对于这个项目确实极为看好 当然了 特不满意是最为重要的 于是这款战斗机就这样面世了 这架超级截击机的机身长度 达到了30米 地站超过了17米 身形无比巨大 是典型的冷战时期 不过猎夫设计局的产物 但是由此 苏联的经济也是大出血了一回 虽然图128的体型很大 但是其火力系统却并不强 甚至只能搭配4枚24空空防战 虽然在空中的作战距离达到了50千米 但是还是不能掩盖其在火力上的缺陷 不过图128 在苏联军中却拥有如同名一样的超高的地位 即便是后来米格25问世了 其组128解析机 仍然是苏联军中不可否设的主力战斗机